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他的网友认为 轻行旅机动灵活 反应速度快 是现代化路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反对他的网友则针锋相对地认为 轻行旅既刚不过坦克也追不上空旗 是典型的鸡肋部队 那么 这种开着骑普车去打仗的做法 究竟靠不靠谱 本期推送 军武就和大家来谈谈这种风火轮上的部队 现如今 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 所能见到的解放军合成作战旅大致有三种 重型合成旅包含重型两棲合成旅 中型合成旅轮式合成旅和轻型合成旅三大类 其中 轻型旅所属的轻步兵又被细分为轻型高机动步兵 山地步兵和摩托化步兵三种专业 传统的摩托化单兵 步兵只能搭载卡车机动 徒步作战本文将要介绍的就是未来解放军轻型合成旅的主力之一 以轻型高机动步兵为基础的轻型高机动部队 按照笔者从公开渠道了解到的信息 解放军的轻型高机动部队建设 大致始于2011年 2011年8月 为了探索新17摩托化步兵转型建设方向 总部副与北京军区 DX绿模部一营三连 对新型步兵作战力量 进行先期探索试点任务 远载于线 放军报 该部队随后即作为解放军第一支轻型高机动部队试点单位 进行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编制试点与装备时训论证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该部队完成东风猛式防护型突击车 车在信息化作战系统的连条连式 标志着轻型高机动部队 这一新型步兵作战力量初见雏形 2016年 全面完成换装的DX绿 参加了解放军最高规格的鲁军年度旅及时兵对抗演习 跨越2016朱日和 并在演习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初步验证了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作战效能 在X绿的轻型高机动部队试点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后不久 解放军陆军的多个魔步履及魔步师 陆续开始重组整编为轻型高机动部兵部队 轻型高机部队下车展开 根据公开报道的信息判断 解放军陆军以轻型高机动部队为核心的轻型合成旅 主要以数个轻型高机动部兵营为主力 在此基础上配数有侦察 炮兵 防空 作诈支援 勤务保障等作诈支援单位 轻型高机动部队的大多数装备都继承自军改弦的魔步师旅 早已为广大军迷所了解 在此笔者需要专门介绍的是 轻型高机动部队的核心及特色装备 东风猛士系列防护型突击车及其衍生型 最导出现并装备X旅编制试点 连队的装甲猛士是131捷克克朗 6人型猛士防护型突击车 131捷克克朗型防护型突击车战斗权重约5700千克 载重大于1200千克 动力为一台功率147千瓦的SK200414缸增压中冷电控柴油发动机 强劲的动力使得131捷克克朗有着135千米小时的最高车速 结合良好的底盘悬挂设计 131捷克克朗有着优秀的越野机动性 就是这样上车搭 131捷克克朗设有6个座位 并有充裕的空间 容纳各种轻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 131捷克克朗作为防护型突击车最大的特点 自然是良好的防护性能 131捷克克朗装甲猛式的正面车身及前锋等 可以抵御7.62星51毫米穿甲弹 在100米距离的直接命中 侧面车身 车门及车窗 可以抵御7.62星51毫米北约弹的直接命中 车底至少可以防御手榴弹爆炸的冲击 M240B通用机枪即使用7.62x51mm弹在试装之后 131捷克克朗开始广泛装备解放军三军特战 侦察等单位 轻型高机动部队主力在聚的任务 由其发展型141捷克克朗接手 141捷克克朗是人形猛式防护型突击车 是在131捷克克朗基础上 专门针对轻型高机动部队发展的突击运兵车 141捷克克朗安装有遥控射击平台 可以让我军战士在车内操作射击 141捷克克朗的轴距增加到4米 战斗权重到6.2吨 最大载援能力也相应增加到10人 如此一来 141捷克克朗便可 以一车装袭一个标准的9人之步兵班 并预留一个备用座位 不需要再像131捷克克朗那样 将一个步兵班拆分到两辆车上 这大大方便了实战中的作战与指挥 步兵班下车展开在131捷克克朗141的基础上 东风公司以轻型高机动部队装备体系为主题 以提升轻型高机动部队作战能力为主线 发展出了涵盖侦察情报 信息指控 火力打击 机动投送 多维防护 综合保障等各类任务的数十种衍生车型装备 我军轻高机某部车厂除了上述的两款突击车以外 轻高机部队还有很多特色装备 比如装备到影鼠火力连的PCP-001型82毫米车在速射迫击炮及其配套的APY-001A型82米 M车在速射迫击炮但要输送车 PCP-001型82毫米车在速射迫击炮 但加炮 发射速率很快装备侦察分队高机动侦察车 轻高机部队的情报支援分队 还会配有相应的无人机部队来进行侦察作业 轻高机部队的侦察车 基于131杰克克朗的卫星通讯车 负责执行火力支援任务的PLC-09是122毫米卡车炮 或PL-96是122毫米轻易榴弹炮 即PH-111是122毫米模块化轮射火箭炮 PLC-09是122毫米卡车炮红件 9型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PG-99型牵引式双管35毫米高炮 HY-6型单兵防空导弹 则负责承担轻型合成旅的反装甲及防空任务 比模不重又比机器化步兵更新的轻型高机动部队的功能定位 一直是军迷们争论的焦点 部分军迷认为轻型高机动部队 不论是火力还是防护力 都明显不如装备坦克 和旅带式步兵战车的重型旅 和装备轮式步兵战车 轮式突击车的重型旅 论防护 火力肯定是不战车好 论速度 肯定是空旗快 也不能像空突旅那样 用通用时升机快速投送 挖票作战 因此认定轻型高机动部队是不上不下的机内 应当被真正的机械化部队取代 在笔者看来 这种观点甚是偏念和肤浅 按照解放军公开的陆军现代化发展规划 轻型高机动部队就是老式摩托化部队转型的目标方向 是解放军陆军在最新一轮军队调整改革中 重点发展的新型作战力量 是推动解放军陆军实现由区域防卫型 向全域作战型转变的重要支撑 各行猛式正大量充实进 我军服役轻型高机动部队具有信息化 轻型化 高机动化 模块化 多能化的特点 装甲猛式系列轻型突击车辆 有着原理机械化部队的轮履装甲车辆 更轻的重量 更小的尺寸和更简单的维护特性 轻高机部队可以很容易的 由航空运输 既具备通过复杂地形的能力 又便于各种运输机 未来的重型直升机等运输工具远距离投送 有着优秀的战术 战役及战略机动性 可以实现现代化陆军 梦寐以求的快速反应能力 中远程机动能力和立体突击能力 轻型高机动部队主要以快速突击 纵身夺要 机动职员等方式作战 技能碎形山地作战 城市作战 边境风控等任务 海克丹夫雷文 平暴和反恐等非战争行动任务 轻型高机动部队与轮履机械化部队 散将空突部队等 从来不是对立关系 而是相互搭配 又是互补关系 在既定的战场背景下 选择合适的部队和正确的战术 是对作战部署的基本要求 否则对任何部队而言 都是灾纳性的后果 如果让装甲猛士去完成坦克的任务 就和让攒兵硬刚敌军阵地一样 这不是部队建设有问题 而是指挥官有问题 组建轻型高机动作战力量 将传统摩托化部队 向轻型高机动部队转型 是贯彻新17陆军建设发展转型战略 把握当代轻型部队发展方向 推动陆军现代化建设的 又一实践探索 也是解放军陆军 迈向世界一流陆军的坚实步伐 让合适的部队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 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 视频 图片 电影 游戏 请关注军武四未免微信公众